来看到安利蓝宝石直系直销商王子明 十几年前为了帮家人还债 白天当工程师 晚上到补习班兼差当老师 长期下来身体出现了警讯 他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 加入安利三年之后 决心做个全职的安利人 如今他不仅帮家人还清债务 还在台中置产 连孩子的教育费都准备好了 带您去了解王子明的赢家精神 和两个宝贝儿子一起玩心脏病桌游 肌紧张又刺激 他是蓝宝石直系直销商王子明 可以常常享受天论之乐 真的好幸福 时候比较帅还是现在比较帅 现在 现在哦 我也觉得是现在 翻开照片 不只有儿子小时候 还有一起到各地出游 野外露营的美好回忆 可说孩子的童年 他一路上都不缺席 但其实他原本与兄弟间三人 为父亲投资房地产失利 而扛下债务 光是一个月 就要帮忙还给银行二三十万 曾经白天当科技业工程师 晚上还得兼职补习班老师 忙到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我最高纪录 我最高纪录我在值班 直到隔天早上八点 我们主管看到我 志明你怎么那么早来 我说报告主管我还没回家 我是整个overnight 整个在公司这样子做 当时身心俱疲的他 差点把身体都搞坏 但没想到乌漏偏风连夜雨 任职的半导体公司也倒闭 幸好一直有兼职创业 中兴大学机械工程研究所毕业的他 于是决定加入安利创业大家庭 挑战自己的未来 终于让他创业有成 其实有一句话说 不是因为有结果才去做 而是因为做了才会有那个结果 所以因为当你在认真去执行 去尝试每一件事情之后 期期总是发生在努力之后 加个会计年度就是要协助他们 换新的奖券 和伙伴们研究讨论 接下来的年度计划 和组织的架构发展 王子民和创业团队互相扶持 合作无间 从规划到执行 他都充满热情 亲力亲为 明哥的方式是 没有我们一起去做什么 我们一起去做什么 我们一起去做什么 然后除了跟我们一起去做什么之外 他会自己再去 我又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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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 我自己在职场上 我看到很少人是这个样子 留给家人的时间 跟留给工作的时间 他可以自己去调配运用 不需要跟老板请示说 我接下来 我什么时候想要请假可以吗 他就是做自己的时间的主人 一家人很珍惜现在的美好 全是因为他有余改变 永远充满热情的赢家精神 现在不但把债务还清了 还买了自己的房子 连孩子的教育费都准备好了 坚持不放弃的精神 将会陪伴着王子民继续向前迈进 案例新闻 廖一芬 杨静 台中报道